如果说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起点最低的,自然是开局一个晚,结局大一统的朱元璋了,但是除了朱元璋之外,还有一些出身低微的草根皇帝,这其中就有老刘家的两个人,一个是开创汉朝四百年基业的汉高祖刘邦,一个就是刘邦兄弟刘娇的后人,开创南朝的宋武帝刘裕。 不过对比自己的老祖宗,刘邦好歹还是一个似水亭长,而刘裕就是一个赌徒无赖,这一点和刘邦有点类似,而且都是前半生碌碌无为,直到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发迹,最终达成开国皇帝的成就。 那么刘裕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士族门阀当道的东晋,他是如何脱颖而出,建立刘宋王朝的呢? 虽然刘裕是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娇的后人,但是四百年的风雨之后,到了刘裕父亲这一带,只是近邻郡的一个小小的公巢,而母亲生刘裕时因为难缠而死,强宝之中的刘裕差点因为没有奶吃而饿死,幸亏有会计人刘怀敬的母亲出手相助,才让刘裕活了下来,不然刘裕也就直接夭折了。 虽然刘裕顺利长大,但是在看中门阀的东晋时代,刘裕根本不起眼,门阀士族看不起他,富豪子弟也看不起他,也就东晋开国功臣王岛的孙子王密十分赏识他,经常资助刘裕,刘裕也因此可以时文断字。 也仅限于时文断字,后来王密将刘裕引荐给了冠军将军孙吴忠,日后刘裕非常感激王密,以至于后来王密帮助环旋篡位的时候,都可以被刘裕放过。 后来刘裕开始谋生,以卖靴子为主,但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喜欢赌博,没钱也喜欢赌,赌输了没钱还,就被债主们绑在养马的柱子上差点被活活打死,还是王密出手相助,才活了下来。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刘裕妥妥的就是一个不良青年,这也是刘裕早期的生活。 刘裕就这样一直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十多年,老婆也娶不上,如果没有后来的投军的事情,大概率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如同你我一般。 龙安三年,公元399年,东晋的门阀政治体系正直崩溃的时候,南方战乱不休,先是司马道子、父子乱政和王公的叛乱,后又还选与门阀之间的火并,甚至孙恩也开始农民起义。 声势好大,一度逼近健康城,此时36岁的刘裕在孙吴忠的推荐下加入了刘劳之的北斧军,后来刘劳之攻打孙恩,刘裕一起前去征战。 以此刘裕带领几十个人负责侦查敌情,结果遇到敌人迁于明,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刘裕只能带着其他人一起冲了上去,一个回合后就剩下了刘裕一个人,但刘裕却不退缩,反而继续搏杀,让敌人胆战心惊,大家起义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于是吓得连连退后,迁于人被刘裕一个人撵着打,如此荒诞的局面,就这样出现了。 此时,援兵也恰好赶了过来,一举击败了敌军。 之后的刘裕不停地和孙恩的起义军干架,先后再聚张,单独一带展开决战,每次战斗,刘裕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阵前,鼓动士气,将孙恩的起义军打得到处跑,最终孙恩兵败,被撵到海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海自尽,而刘裕也因为军功晋升为建武将军, 并且因为在北斧兵中严明军纪,深得人心,此时的刘裕38岁,虽然只是东晋一个普通的将领,但是属于他的时代即将来临。 孙恩之乱极具消耗了晋朝的国力,得早就有一新的环旋带来了机会,元兴元年,公元402年,票际大将军司马元显派刘劳之的北斧兵前去抵御环旋的进攻, 刘裕也随军前往,就在刘裕准备前去征讨的时候,刘劳之却打算商议和环旋议和,遭到刘裕等人的反对,刘劳之不听,最终环旋攻入建康,诛杀司马元显,并且夺了刘劳之的兵权,刘劳之最终自意而亡,而刘裕也暂时归顺环旋。 环旋掌握东晋大权之后,为排除之前谢氏的势力,开始解决由谢氏组建的北斧兵,为了防止北斧兵提前叛变,他大力围剿北斧兵旧将,曾经的北斧兵土崩瓦解,但环旋掌权之后一度想要整治东晋的原有秩序,得罪了一大批精英,且篡位后交涉淫逸,游猎无度,百姓疲苦。 加上环旋之乱后,直接导致了天下局势的更加崩乱,卢旋割据广州,乔纵割据属地,求持占领汉中,后勤也出兵淮北,甚至南烟都想趁机在东晋捞一把,准备讨伐东晋。 而刘环旋在环旋围剿北斧兵旧将的时候,暗中聚集了一千多名北斧兵的精锐,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环在京口举兵起义,先清除在京口附近的环旋的势力,再得到其他人的响应后,被推举为盟主,随后大局讨伐环旋,最终将环旋赶出建康,肃清环旋在江陵,荆州等地的残余势力,迎回晋安地,因公升任为镇军将军, 成为进士的头号功臣。在肃清环旋一族势力的时候,刘环也在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之前在京口附近有才之人,比如谭道记、项弥、刘荣祖、刘尊考、赵伦之等人,并且积极拉拢江东本土的南迁之人,尤其是刘环最信赖的刘牧之等人,在不断地对外征讨中刘环的官职也不断升迁,并且入朝辅政,为市中,车记将军, 开府宜同三司,扬州刺史,陆上书市,兼许衍二州刺史,成为晋朝首席权臣。 独掌朝政的刘环在精心准备后开始北伐。 一夕六年,公元四百一十年,刘玉攻灭之前也为环旋之乱而趁机捞一笔的南焰,在攻发南焰的时候岭南之地卢巡开始叛乱,东晋守将大都望风而降,叛军指导健康,一时间天下震动,而刘玉听闻后直接带领几十计回京,率军大破敌军,平定卢巡之乱。 一夕八年,公元四百一十二年,平定刘玉,尽得京江之地。 一夕九年,公元四百一十三年,刘玉攻灭乔蜀,并且夺回之前被囚持占领的汉中地区,迫使囚持称臣。 一夕十二年,公元四百一十五年,征讨司马修之,司马修之败,逃亡后勤,至此环旋之乱后的南方地区重新归为一统,刘玉赌长朝政, 接受剑律上殿,入朝不拘,暂败不明的殊荣。 一夕十四年,公元四百一十七年,南方稳定之后,刘玉攻灭后勤,收复长安,自西晋灭亡一百年后,东晋政权终于收回两京。 刘玉的两次北伐,打的都是灭国战,是当初环温和祖地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并且光复两京,刘玉以一己之力把摇摇欲坠的东晋重新扶持了起来, 并且将东晋的江域扩张到历史最大,可以说东晋的江山是在他的手上重新打了一遍,刘玉不愧是当之无愧的南朝军事第一人, 而且他还发明了却越镇,开创战术史上的新篇章。 灭掉后勤之后,刘玉想要留在长安谋取西北地区,但是在外征战已久,男人思规,加上坐镇后方的心腹刘牧之去世, 刘玉不得已,准备班师回朝,但是长安毕竟是西晋都城,地势险要,派谁留在这里成为刘玉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时东晋门阀士族不停地叛乱,军权肯定是不能交给士族的,而且刘玉是寒门出身,士族也是他防范和戒备的对象, 因此军权方面刘玉肯定将士族排除在外,想来想去,刘玉准备靠自己的宗族势力来掌握, 但是刘玉兄弟不多,因此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可惜刘玉早年太过穷困, 发迹之后才娶妻生子,四十多才有了长子,其余的孩子目前都是未成年人, 于是刘玉将自己的次子刘玉珍留在关中地区,但是刘玉珍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正是都无法掌握,于是留下王修和王震厄两人辅佐,一个掌握行政, 一个掌握军权,一举两得,不仅让异性人无法占据重要职位, 而且可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作用,实在是太完美。 然而事实上,刘玉的儿子真的靠不住,毕竟年纪不大, 正是被人怂恿的时候,刘玉难归不久, 另一位猛人贺怜伯伯就来进攻长安,负责防守的沈田子不战而退, 遭到王震厄的斥责,沈田子本来就不满自己当王震厄的副手, 加上王震厄是北人,男人和北人矛盾激化, 一不做二不休,沈田子直接杀了王震厄, 而王震听闻沈田子的恶行之后,又杀掉沈田子。 至于王震,也为刘玉珍喜欢赏赐奴仆, 而且毫无节制,遭到王震的劝阻, 这让下面的奴仆怀恨在心。 于是在刘玉珍面前说王震要反叛, 怂恿刘玉珍杀了王震, 结果刘玉珍真的杀了王震, 虽然实际上是王震和王震厄辅佐, 但是刘玉珍却是最高权力的代表, 也有杀掉王震的权力,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判断力, 因此这么一来二去, 刘玉安排在长安的天衣无缝地配合直接四分五裂。 而贺怜伯伯早已迫不及待, 已经占领了血药之地, 企图夺取关中, 刘玉听闻后, 急忙派朱灵石率军持援, 但是半大的刘玉珍什么都不懂, 导致朱灵石等名将近被擒杀, 关中进军全军覆没, 白白便宜了贺怜伯伯。 刘玉听闻官中失陷, 加上儿子不知所踪, 心急如焚, 决定再次北伐, 恰好刘玉珍逃回剑杠, 刘玉才打消了念头, 可惜长安得而复失, 刘玉只能黯然垂淡。 虽然失去了长安, 但是刘玉凭借之前的军功, 在晋朝的地位无人能比, 手下人也不断劝说刘玉称帝, 以夕十四年, 公元四百一十八年, 刘玉先是受封为宋宫, 受九夕, 完成称帝前的第一步, 童年杀戒安帝, 立起帝, 狼牙王司马德文为帝, 史称进宫帝, 改元元夕, 元夕元年, 公元四百一十九年, 刘玉进决宋王, 获得皇帝规格的十二流勉, 天子荆旗等一系列殊荣, 元夕二年, 公元四百二十年, 刘玉带进称帝, 立国号为宋, 东晋灭亡, 南朝正式开启, 而刘玉也成为南朝的第一位皇帝, 完成了从草根到开国皇帝的转变, 达成南朝第一帝的成就, 此时刘玉已经五十八岁了, 短短十几年, 从出身低微的草根到开国皇帝, 刘玉的奋斗是足以令人惊叹, 称帝后, 刘玉还南下降服李异国, 并且准备出兵讨伐北魏, 可惜天不假年, 再为不到三年的刘玉便重病去世, 十年六十岁。 当时的东晋门法林立, 各家轮流上阵, 且交涉银翼, 在刘玉掌权之后, 推行节俭之风, 且很有自制力, 他不喜欢音乐, 认为听音乐会耽误事, 虽然节俭, 但不是守财奴, 有人献给他一个琥珀, 他高兴地捣碎了给将士们疗伤, 宫灭后秦后将金银全部赏给将士们, 称帝后自己宫中也没有小金库, 钱都放在外府, 岭南上贡精美的布匹, 他觉得耗费太多人力物力, 将布匹退回, 下令禁止岭南制作此布, 他不喜欢铺张浪费, 后宫飞贫不多, 吃得住的都非常简陋, 因为他出身百姓, 矮兮民力, 知晓百姓的疾苦, 在军事上更是留下威名, 一生征战, 将东晋版图重新打了一遍, 战场上从不拖泥带水, 战地取功必克, 且军事能力十分的全面, 文韬武略出众, 精通补兵, 骑兵, 车兵, 无论是小兵力突袭, 还是大军团作战都游刃有余, 甚至野战, 攻坚战, 水战方面都很擅长, 可以说东晋的后二十年, 就是刘豫一人展现军事实力的舞台, 连北魏谋臣崔浩都称赞不已, 但刘豫掩埋了不少坑, 其中在皇子教育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也为老来得子在家上低防士族, 刘豫很早就将权力分给自己的儿子们, 长在刘一福十几岁就管理刘豫的太尉府, 刘一公十二岁就任了都督六州军事, 南豫州刺史, 刘豫济十岁那年级负责健康城外石斗城的房屋, 都是重要的地方, 这些孩子过早地接触权力, 身边也没有好的师傅来教授, 周围也没有正人君子陪伴, 导致这些皇子们以及后来的宗室 在无限扩大的权力中迷失了自己, 发展出各种变态的人格, 自刘豫之后的刘宋皇帝, 没有一个不诸杀宗室的, 甚至很多玩法另类的皇帝也有不少, 更为糟糕的是, 就是刘豫对宗室和皇宰的过分看重, 被后来的南朝所继承, 也因此南朝反复出现皇室内讧, 其实问题就出在刘豫身上, 不过刘豫一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萧雄, 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帝王, 他的江山虽然来自于东晋, 但是实际上都被他打了一遍, 周围不服的人也被他轮流揍了一轮, 最终以赫赫战功建立了刘宋王朝, 开启了南朝的历史, 同时作为寒门出身的他, 也打击门阀士族, 提高寒门子弟的地位, 为后来随唐开启科举致奠定了基础, 可惜刘豫出头太晚了, 在东晋的门阀社会里, 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出头, 出头的时候都四十了, 随后的二十年不断的征战, 最终敌不过岁月, 如果刘豫有足够的寿命, 相信他凭借自己的能力, 一统天下不成问题, 也无怪乎新气急如此称赞, 斜阳草术, 寻常相末, 人道济奴层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湖。